当然是Wikidata 然后今天想要来讨论 就是花莲资料的链接化 好 然后我把时间 直接交给Alan 好 大家早安 那今天五分钟 我可以慢慢讲 那 大家好 我是来自Wikidata Taiwan的Alan 那我们今天想要来做的是 这个花莲资料链接化 那其实这个 我们每次只要到 因为G0V大松 其实通常都在中演院 那通常我们只要到了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场地 像是上次在台北市议会 我们有台北市语言链接化 在新北市也有类似的 那我们今天这次来到花莲 现在我们来谈这个 花莲资料链接化 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制作 花莲的链接资料集 那其实台湾谈这个 政府资讯公开开放资料 谈了非常多年 那我们开放了非常多资料 公开了非常多资料 但是因为格式的问题 或检索的问题 让资料没有那么好用 那毕人之前也有当 这个立法院开放国会的民间委员 那其实 立法院的开放资料的检索问题 大到连立法委员自己都不知道 原来立法院有开放这种资料 那这个是 这张图已经放到烂掉 就是开放资料五颗星 那通常我们 政府部门在做开放资料的时候 很努力地做到了一颗星两颗星 但三颗星的也不少 那只能说通常大家就是做一二三 但是我们怎么样去达到这个五星级呢 你可以试试看Wikidata Wikidata是目前在开放资料五颗星里面 少数被认证为是五颗星的这个网站 那Wikidata并不是Wiki的Data的意思 Wikidata是Wikidata.org 它是Wikipedia的姐妹计划 它的计划的重点就是希望用Linked Open Data 来收集全球全世界全人类的知识 那它的重点就是 它是一个任何人都能写 任何人都能用的知识库 并且这个资料的授权是CC0 也就是说你要拿去chaining 你要拿去做任何的使用跟应用都没有问题 甚至这边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其实写Wikidata的人 机器人比人还多 那在Q16078371就可以找到G0B 在Wikidata里面 所有的item都有一个专属的识别码 这个我们叫identify 那同时它是一个全球的跨语言专案 像是中华民国Q865 它就有一百多种语言的翻译 那以目前Wikidata的状况 台湾的原住民语大概可以收入六种或七种 我们正在努力当中 那也有横向记载同一个项目 在不同资料库被除除的位置 那具有识别码对照 它有identify mapping的功能 那这个也是台湾在各个不同的识别码里面 的一个收入的对照 那对于关注度的要求比较宽松 那它可以协助记录一些关注度 不足以收入维基百科的一些基础资讯 那并且它提供一个文本资料库画的一个平台 在左下角是我们这个台湾记忆国家图书馆的一个方式的一个典藏 那它在里面这个是左证箱制 里面有记载一个左证的摔死猴 摔死猴杨家 那我们把摔死猴杨家的组谱 输入到Wikidata之后 就可以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视觉化的一个图谱的一个分析 那也可以使用Sparkle查询特定的资料再下载 提供JSON,TSV,CSV的资料及格式 同时再强调这是CC0 所以你想要怎么用都可以 但是台湾相关的各专业领域的资料 它资料覆盖率还不足 像是水文专题 我们非常感谢这个水利署的协助 以及水保局的协助 我们很努力地把台湾的这个河川列表的覆盖率提高了50% 但是还是有很多地方不足 包含像我们花莲的河川资料到现在都还是重缺的 那再来是政治人物的专题 要选举了 那这个政治人物专题的资料的完整度 大概也只有在20%上下 那近期我们做过的资料专题包含像是地方制 地方政治人物 就是其实我们台湾的这个政治资料 大多都只做到立委等级 议员等级 甚至是乡镇市民代表等级的 基本上都很少人做 那我们地方制作的就是乡镇市民代表等级 然后水文基础资讯 包含河川代码 排水代码的对照 台湾艺术家展览艺术品 台湾公路基础资讯 以及台湾各语言单词 我们在2021年曾经来过花莲市 我们有教那个Sakiraya族他们做Wikidar的翻译 所以今天如果有朋友会使用原住民语书写的朋友 也可以来协助我们帮忙翻译 那我们在找什么人呢 基本上你有任何想要关注的议题 包含我们今天也在想说要处理这个 前段时间的那个地震的资讯 然后觉得你的专案跟Wikidar搭了起来的人 那想要帮忙查资料 找资料汇等资料的人 都可以来试试看 那在Wikidar的Facebook 还有那个Mastodon 就是那个长毛巷上面都可以找到我们 那今年也刚好是那个Wikidar的十周年 那我们会在G0V的十周年的下个礼拜 办一个论坛 那欢迎大家来成家 谢谢大家 谢谢Alan